NCC其實爭議很多 大家都知道 近來這個北高行已經判決中天勝訴了 而且撤銷NCC不予換照的處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總統蔡英文5月13號 有跟高中生有舉辦一場論壇 當時有學生問到他說 你面對這麼多負面的攻擊跟傳言 你會不會覺得很後悔來當總統 但他說他不後悔 因為是一條不歸路 他說台灣是言論自由的社會 本來就可以發表意見 網友聽到這個話簡直是炸鍋了 有人說反正你出事就躲起來 叫網軍帶風向攻擊 另外有人說你當然可以講言論自由 但是你會被罰錢 而且一不小心還會被查水表 大家都知道NCC有製作懶人包來做反擊 同時網友現在的意見是說 你上訴又要浪費納稅人的錢嗎 另外也有人說了 你還在硬拗就讓我想到林志堅 網友說不准用我的納稅錢上訴 另外提到了林志堅 大家都覺得說 NCC你的態度就跟林志堅一樣 當然繼續說到了NCC 現在在網路上其實大家的網 網友的反應真的非常的多 我們帶大家詳細來看到 我們有截圖喔 有人說確定要賠79億的話 麻煩讓這7個人負責好嗎 不要再用我的納稅錢上訴了 另外有人說是不是預算太多 所以才亂貨啊 再來看到NCC你還在硬拗 怎麼讓我想到林志堅呢 好當然呢這個沈富雄沈大佬又有說 林志堅當初這個論文案 民進黨覺得是小事 但是後來沒有想到壓垮他們的選情 因此他有預測很可能這個中天的這個案子 也會壓垮民進黨2024的總統大選 另外呢這個網友說還在硬拗 官司都已經十連輸了 用誰的納稅錢來打官司呢 好再來看到另外一張喔 有人說解編啦 這個NCC根本就是民進黨的東廠 還有說呢你NCC硬拗的醜態 就跟林志堅抄襲論文案一樣的醜陋 你們當我們年輕人是塑膠嗎 這個問題我想問一下大謙哥 對我想NCC會針對中天的這個案子 現在居然開始要來做梗圖 其實就代表民進黨政府怕了 就是說其實過去民進黨政府 面對過很多各式各樣的 這種類似的問題跟挑戰 但他們很少會這麼快速的 就動員網軍然後開始做梗圖 做全面的回應 甚至刻意的扭曲這個行政法院的判決的內容 其實這代表民進黨對這一次的狀況 他開始恐懼 那麼他知道如果這條防線崩解掉的話 民進黨的整個政權可能就會瓦解了 因為這中間所牽涉到的這個範圍很廣 除了牽涉到關於這個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的問題之外 他更牽涉到的國家機器 有沒有公然介入這個打擊任何一個媒體 甚至將來有可能打擊到個人 這影響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的問題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從羅秉承 從陳耀祥 從NCC到民進黨 所有的官員幾乎口徑一致的 開始全面反擊 就可以了解民進黨很重視這件事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不能等閒釋之了 但是關鍵的問題來了 就是說這個就回到了林志堅 當年故事的這個轉折點 就是說林志堅的這個故事 民進黨當時大概也認為 這件事情是不能退讓的 因為一旦退讓他們的防線就崩潰了 所以才要這個力挺林志堅站清白 那麼蔡英文就力挺下去了 全黨就力挺下去了 就力挺下去的結果 就是一個林志堅毀掉了民進黨 這個2022年的九合一大選全部的選情 那麼這一次也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民進黨做了錯誤的選擇 他認為說他只要用硬拗的 只要做梗圖 只要發動網軍 他就可以這個扭曲事實了 他就可以混淆視聽了 那麼他就可以欺瞞人民了 他就可以順利過關了 我認為民進黨就想得太天真了 因為畢竟這是鐵真真的事實 你NCC連敗11場 你不是只敗一場 你敗了一場就算了 你還可以嗷一嗷 敗兩場勉強混一混 可是你是連敗11場 連敗11場到底有什麼理由去解釋 說你NCC在執法的過程當中 沒有私怨 你NCC在執法的過程當中 沒有政治考量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台灣的民眾雖然現階段 大部分的這個有線電視的電子媒體 都被民進黨掌握了 但是民眾還有其他的管道得到訊息 他們可以從中天得到訊息 他們可以從社群平台得到訊息 他們可以從各個網路上的 各個媒體得到訊息 所以民進黨是不可能 把這樣的訊息完全壟斷的 那麼台灣的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 已經有獨立判斷自我思考的能力了 他們不像民進黨以為這麼簡單的這種 過去的藍綠對決時代我只要 為給我的傳統支持者一套說法 然後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相信 然後繼續力挺到底 這個年代已經過了 這麼好的日子 對藍綠陣營來說 大家要到認清現實 已經沒這個年代了 現在這個年代要看的就是 公義是什麼 這個道理是什麼 這個價值是什麼 你是不是站在正確的這一邊 道德的這一邊 這才是關鍵問題 所以其實民進黨用這樣的方法去打擊中天 我認為不會收到實質的效果 那麼極有可能在真的 就像剛才很多網友所說的 就重演林志堅事件 你再上演一次吧 你去年是挺林志堅站清白 你現在是要挺NCC站清白 那大家就站站看了 那到明年投票的時候 就讓台灣的選民用選票來告訴民進黨 到底他們認為哪一邊才是清白的 好 其實剛剛董哥有特別提到 還有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想請董哥再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這個黃陽明他有爆料 他說羅秉承 現在已經被推薦為大法官的候選人了 如果到時候這個名單有他 是不是就知道這就是一條龍 證明民進黨已經在預防 我們中天打憲法關係 這次內閣改組 本來羅秉承期待很高 他就想幹法務部長 他想幹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時間比較大 那大法官是一個合一制 而且平常大法官也沒有什麼落臉 那羅秉承因為他過去 他跟蘇貞昌很要好 他當作法律輔助基金會的董事長 這個法律輔助基金會 是幫社會上弱勢 由政府提供大概十幾億 給這個基金會 你們請律師幫弱勢 原住民單親媽媽 或一些中低收入戶 幫他打官司 他們可能會碰到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機構本來 在社會上是有公信力的 大家會覺得說 他們很多律師幫我們講話 其實不曉得 他們這律師也是拿政府的錢 是老百姓大家的錢 那羅秉承用這樣的方式 他本來就認識蘇貞昌 所以他進入內閣 那他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很想的位置就是法務部長 那因為我們知道 蔡清祥這個法務部長 他幹得很出色 就他的檢察官幫民進黨打選舉 打得非常精采 非常用力 非常不顧顏面 所以沒有人換得掉蔡清祥 因為他已經熟人生巧了 所以你每次看到選舉 裡面打得最盡心盡力 是檢察官跟媒體 那對羅秉承來講 他想說他如果在那個位置 他就有辦法去做他的事情 可是因為又沒辦法 那現在行政院怎麼樣 行政院昨天發布 你不要當花言人 我們花言人來了 劉子倫 你回去幹你的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他下來又沒有聲音了 本來花言人可以 一直在媒體曝光 可是偏偏你講東西不好 社會上不認同 所以對他來 請回答 請問你 多謝 請問還有 請問 謝